韓国德国人员 韩国德国人员 检查者建议 闭上人员 会用闪着 暗地遇见一遍 地集团 首先像透过网路参与的听众以及今天在场 看守鼎礼的诸位恭敬的对境 致上我的敬礼 今天主要探讨的是关于 行销这一个概念 在英文是Marketing 不过在藏语到底要怎么翻译 其实我们先前也都在讨论 到现在还不能够决定 那首先也要特别的感谢这一次的筹办人员 为我们提供种种方便条件的顺缘者 以及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 首先先向诸位致谢 行销这个概念主要是那些商人们在使用的词汇 那首先要补充的一点 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对于行销是完全陌生的人 我今天也是作为一个学生来参与的 话虽如此我还是过去就有一种想法 认为行销应该是有必要的 表示我能rol、有必要的 是一直按照完成 在我们的经销 为什么我们希望这一 band 是谁区phen技能 他 roaming the world Because we haven't even started 这一个月的日程 我们开实际销的国内 也就是 Hundua riquechya 这是 Knox 照这是我们的东西 其实这是我们 Ahora 固然行销这个观念 不管是词汇或者它的意涵 都是商人他们在使用的 但是当我们在运用行销的概念时 我们不应该把贩售销售这样子的概念 拉进来 这不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既没有打算 也没有准备要贩售佛法 但是现在在市场上 从商业销售进去 第3个慢慢的 第4个慢慢的 第4个慢慢的 但是从9月以至2个步 从9个步 从9个步 我现在要努力 行销学如果真的讲起来 应该是一个研究市场的学问 也可以称之为市场学 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对方 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他们到底需求什么 而这样子的学问 应该对我们只有好处 并不会造成任何的负面影响 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宗教 就是伊斯兰教以及基督宗教 那这个从人口来考量的话 他们有数亿的人口 有许多基督宗教的国家 也有非常多的伊斯兰国家 所以在他们的国家里面 在新销学跟市场学方面非常精通的人 非常有经验的这些人 他们在这些社会里面都变成了非常知名 那不要不只是在宗教方面运用了行销的概念 不管是在欧美或他们的哪一个层面 包括了政治界也是都是如此的 他们都在想如何去创造对他人的影响力 然后如何令他人感到欢喜 让其他人能够支持的这些方法 他们也花了大量的金钱在这方面 当然有些人会有一定的质疑 就是这么做到底跟佛法到底相不相符呢 那我个人的想法认为 这应该跟佛法没有汉格的 那我们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说法 就是佛陀并不是因为他太变支了 所以他说法 他是因为太慈悲了 所以说法 我们总是这么谈的 所以有时候佛会谈夜音过 就似乎真的有人在造业 他说的就像是真的有人去造业 而且真的有人身上会成熟业报 但是他有的时候他又会说了 无我 无五运 然后乃至涅槃也没有 超越涅槃的法则是如梦似幻 在我们的学习过程当中 总是听到了意不了意这些说法 所以我们也会在经典当中看到佛陀的形象 比方说他以佛的化身的形象 然后托波赤足进入到摩基托城去化园 我们也听过并且看过这样子的叙事 但是呢 如果讲到爆身的时候 他又变得极为的富有 然后他又带两只耳朵带着耳环 身上一大堆的饰品配件的 然后看起来好像价值连城 然后至于到密法的时候 就会有更进一步的 比方说黑鲁卡愤怒尊的进行的形象 从某种方面来讲 佛的这种视线就是一种行销 那对于人来说 有两种东西 一个是需求 一个是需要 从需要或者说想要的这个角度来讲 比方说大概每个人都想要有钻石 但这只是想要而已 这并不是需要 它并不是必需品 钻石并不是必需品 可是像这个饮食啊 饮食这些就是所谓的必需品 它必须要有 就是所谓的行销 应该就是当你跟人建立起关系的时候 首先先提供他所想要的 然后在他不知觉的情况之下 给他他真正需要的 那我们从某个方面来讲 从听众的角度来讲 某一方面是不是我们 就是只是在运用佛法的见解呢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对他们没办法 对一般的听众 我们没办法对他们讲四法音 或者说实际上也讲不来 那这个众要怎么样提供这些见解呢 主要是要去看 用什么方法来传递 我们所运用的语言是如何 然后我们用什么样子的词汇 我们用了什么样子的辟语 不只是这样子 最低层次我们可能还要考量 到底要不要去弄一个法座来说法 然后我们要思考的是 到底要不要用堂卡来布置会场 然后要不要用一大堆的唢呐 来号角这些法器 这些是我们已经应该要思考的 应该要讨论的事情 据说在这个世界上 现在有四亿人口的佛教信仰者 但是逐年渐渐 但是伊斯兰教跟基督宗教的信仰者 则是以倍数增长 每年都是如此 这样子的发展应该起来有志 那么就像是阿富汗以及印尼 本来是佛教国家 但是在国家的强制力介入之下 他们就完全改宗伊斯兰 但是在韩国或者日本 并没有任何的强制力 让他们改宗基督宗教 但是因为西方思想 西方趋入他们的社会以后 所以在日本跟韩国的寺庙 已经空荡荡了 当然可以确定的就是 这样子的发展是众生的福报不足 当然如果为此去发愿 点灯或者是共花 这也是最好的事 那我想除了要点灯发愿或者共花之外 在这基础之上 进一步的做一些实际可操作的 比方说行销这些事情 应该只会有利于我们的发展 而不会带来损坏 我们现在的工作的方式 好像就在期待那些 过去有素氏姻缘的弟子 来到我们的面前 有的时候我们似乎就是在等待那些 有真正清净处理动机的弟子出现 但这种地子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 这是非常稀少 然后再来从另外一方面来探讨 比方说不同的民族 包括了布丹 夏尔巴 或者是我们藏族人 大家就是我们有一种期待 似乎这个从民族发展来讲 大家也许将来是佛教徒 但是就像是刚刚 所说的包括不管是布丹 夏尔巴 或者大芒这些地方 新世代的佛教徒 其实人数已经在减少 然后从信仰佛法 信仰宗教与否的角度来讲 其实信仰宗教的人数已经在减少 就像是凯木慈囊刚刚所说的 在布丹其实这样的情形 已经发展了超过二十年了 一直都有人来跟我讲说 基督宗教已经在社会里面 不断的滋长发展开来了 但是没有人来讲 但是没有任何作为 不但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 但是他们所运用的方法 就算他们有运用任何的解决之道 这个往往都是反效果 并没有让更多人能够进入佛法 反倒是把他们赶得更远 但是他们怕麻烦那样 这怕内容麻烦那样 满足的解决之道 被人家扭断了 在那里人家扭断了 被人家扭断了 被人家扭断了 就算是我们没有刻意想要塑造一种 驱赶别人的 就是把他们赶出佛法的这种态势 可是我们的做事风格 总是会让人家感到非常的沉闷无聊 就特别是对那些年轻人来讲 来到佛法的环境里面 好像来做苦行一样 那我想这个不是不丹的 不丹不是唯一有这种情形的 不管是在缅甸 或者是中国跟台湾都已经有这种情况 那我们有些上师 当他们在发现一些非常时代性的 然后非常摩登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要表达这些观念 到底是怎么样传递的时候 总是会用英语 然后他们好像就是非常的关注 像是汉语啊 或者是科学的这些方面 从这个藏传佛教发展来讲 的话照理说应该在十八世纪 十九世纪的时候就应该要学了 就是把这个1700年到1800年的时间 这一段时间里面把它当成是一个非常重要 重大变化的时代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2020年了 我们现在应该是往未来看 不要说要去想2030年2040年的时候的事情 那他们这些人先前 待会可能会报告 他们提出一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分析市场环境 这个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然后比方说他们把这个手机视为必需品 但是他们在这上面就加了一些附加功能 比方说摄影啊这些功能的 所以我们还必须要认识到的是 因为人的思想可以说是逐年在变化着的 所以行销策略方面 也不是说今年想过了 我们就这样执行下去 以后就不用再管了 应该是每一年都要去探讨的 然后再来呢 就是像我们在说法的时候 跟那些听众说 轮回是没有精华意义的 然后到底会不会下地狱这种事情 我有时候蛮怀疑 那些听众到底需不需要这些资讯 他们想不想听呢 然后呢虽然总是在讲这个 解脱的功德利益为何 可是能够把这样子的功德利益 给彰显出来的人 大概并找不到这样子的人 那以说法的对象来说 也已经跟过去都不一样了 有些来自美国 有些来自欧洲的弟子 那要注意的是 这些来自欧美的学生们 他们并不是文盲来的 他们有些人有非常不可思议 非常高的学识 然后他们也有很多 就是完全排斥 就是由衷排斥宗教的人 所以必须要去思考 我们该怎么跟这些人沟通 就像我前几天跟我们中萨的看部门报告过 我就问他说 你要说什么 他说我要说 显明模拟密议论 我说确实如此啊 如果你是吉祥撒家派的话 撒家 撒家班智当然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 那可是当你的听众是这些 汉人是这些欧洲人的时候 对他们来说 撒家班智达只是一个历史人物而已 然后同样的道理 包括了龙清巴或者是 撒家班智达或者是 对他们来讲 都只是历史人物而已 那我们这些作为藏传佛教的弘扬者来到了汉人的社会的时候 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这些汉人他们非常重视佛教的传统 也许比我们更加重视 在他们的文化传统当中 包括了道家 包括了儒家的发展 都已经有很多佛教的影子了 甚至于涉及到大手印跟大圆满很多的内容 他们早就有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针对 所以我们有着不同的听众 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民族 所以应该要做所谓的市场研究 市场调查 然后比这个更加复杂的事情还有 虽然这个问题就更复杂的一个问题就在于 我们亚洲的这些青年人们 当然从出生协同上面来说 他们绝对不是欧美人 他们是纯粹的东方人 可是他们的脑袋已经完全西化 完全欧美化了 所以我们要想怎么跟他们沟通 他们是一种混合形态 比方说他们的思想是西式的 但是他们的肉体却是东方的 就算我们不谈佛法吧 现代的这些所谓青年世代 他们的目标取向其实是跟我们想象不一样的 对他们来说当然这也无口后非的就是他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工作 还有他们追求个人主义 然后他们要求自主权 然后比方说像是发言权的自由 还有呢就是性别平等 然后还有呢这个同性恋的观念 然后有些人他们认为是可以跨性别的 比方说上个月他还是男性下个月是女性 那对这些人我们要说什么舍俗出家吗 你要跟他说你要闭关吗 你要修前行吗 然后你要跟他讲说你不要发生性行为 然后你不要吃肉你不要喝酒你要讲这些吗 这个大概没办法让他们消化的 那么那对这个青年人们来说 光是跟他讲说你坐在地上都好像都是一种相当难以接受的话 但是当我们说禅修的时候或者修行的时候 他们马上想到就是坐在地上 那你想想看这些人他们我们要怎么面对他们 当然啊我们如果没有四神族或者是实力的功德的话 要对于这些人们他们到底有什么样跟借义乐的差别 我们当然不能够清楚的知道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研究可以调查 比方说什么是他们所没有的 而我们所能够提供的 然后从现阶段而言他们需要什么 究竟来讲他们真正应该要有的是什么 所以然后要因应这些需求 作为上师到堪布的人不借们 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因应之道 然后呢应该要去阅读这些人 这些青年是在他们写的书 然后我们要听他们讲的那些古典的书 然后你要去听他们所听的那些音乐里面的歌词到底在写什么 然后你要去看他们的这些新闻 然后要去看他们的IG 然后你看看能不能够去理解这些十七八岁的青年人 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做什么 可是这时候我们的上师们就会告诉我 这些都是散乱的因缘 当然啊这一定是散乱 我当然不是建议在闭关的时候叫你去看电影 所以我们想要推广佛法 就必须要在这些方面下功夫 所以我们想要推广佛法 就必须要在这些方面下功夫 那我们不去谈别的比方说像现在的天主教的教宗 然后比方说我在关注这个教宗他的相关的这些影片报导 我不是因为信仰他所以我去看的 那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个正直的人 比方说在天主教里面教义本身就已经反对同性恋了 比方说在基督宗教的观念里面像狗啊这些非人的生命 他们认为这是没有生命的 但是我们看到大家应该都清楚在这个世界上 特别是西方人他们非常爱狗 有些人他可以为了狗花一大堆的金钱 然后也很多人去宣扬狗的权利 我们当然谈的不是几千个人而是上亿的人他们都有养狗 然后同性恋的人数也是以亿来计算的 然后同性恋的人数也是以亿来计算的 但是因为他们的这些观念比方说动物权或者是同性恋的观念 跟基督宗教的基本教义就完全的矛盾了 所以他们会跟基督宗教越来越远 但是他们已经做了好几年了也就是说在不违背教义的前提之下吸引了相当多的这些爱狗人士以及同性恋的人 改宗基督教 有的时候在我会这么想在这个世界上像基督宗教或者是伊斯兰教这么样子的迂腐的宗教大概是不存在的 但是从他们的行销推广的策略来说他们却是非常精于如何顺应时代跟顺应科学说法的这些传播方式 虽然从宗教的角度来讲他们的科学性或者顺应时代性这方面大概没办法跟佛教相提并论 可是显得更古板迂腐的反倒是我们 所以我才想要能够去投入研究行销这方面的学问是非常重要的 我之前在布丹的时候见过一位女性 我之前在布丹的时候见过一位女性 她是同性恋 她当时已经打算要信基督宗教了 但她不敢出柜她不敢告诉她的父母更不要说跟她的上司讲了 然后我就特别跟这个女生说 然后呢就是我这几年最关注的就是怎么让这些不丹的青年世代成为佛教徒的这件事情 然后自己觉得挺满意的 我们在这方面真的是要去思考 我们有那么好的法比方说只观 可是我们现在是谁在讲这些东西呢 是那些商人他们在讲这些东西 比起我们这些佛教徒那些人他们所讲的只观 他们用其他的包装说内观 等等的这些方法反倒更吸引人 然后他们其他这些听众们更有意愿跟这些人产生连结 所以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我们应该要去想了 应该开始要思考了 到底法座这些东西是不是需要了 比方说如果我们考量的是未来更加更加长远的眼光的话 那当然我们应该要认知到的是现在科学已经相当昌明了 所以现在已经有那种可以透过化学合成药物让你达成脂的境界 比方说清安的境界 然后就像这些东西 每个品牌的代表在内容 这些这些东西西都没有很厉害 如果我们要看泄去是可以联络的主体 但是我们都会繁入那种东西 我们其实人们不跟他们超过烈的拥有问题 这些东西都没有接受 我想当然现在的这些药物 能够达成清安的感受 大概它已经是有药效的期限 比方说六七个小时以后 药效就会退 可是我觉得应该可以肯定的是 将来一定可以发展出一种 它吃下去以后 一生就可以让你控制你的心 所谓达到心堪能的境界 这种药一定会被研发出来 那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到来了 我们到底要怎么面对它 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吗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 我们要不要利用这一切呢 然后我是第一个对于这一方面的研发 应该说是跑在前头的人 我觉得这个有助于我们 让心堪能或者了物无我 然后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药物 被研发出来的话 我觉得那是最好的 因为他们一定是佛菩萨化身来的 那再次的我要强调 我完全不懂行销学 所以我今天是来当学生的 但是我还是非常认为 行销学极为重要 我讲太多话了 很不好意思 谢谢